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 早兩個月已經有觀眾朋友問我 什麼時候會拍下季的開箱穿搭片呢? 其實今年我就覺得自己比較修煉 沒有以前那麼瘋狂 很多時候你們在影片看到的衣服都是舊衣服 不是今季新入的 所以我都儲了一段時間 有些衣服、運動衣袋和鞋 終於夠數目和大家分享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現在穿的這件牛仔褲 應該是今季第一件入手的衣服 終於讓我找到適合小粒仔的版型 因為很多時候牛仔褲都很闊 很大件 好像小朋友穿了大人衣 所以這件是厚薄適中 然後長度也是剛剛好 剛剛好到腰下面 大約肚臍附近 然後旁邊有兩個很大的袋 所以這件衣服看上去就會比較小 如果袋子很小的話 整件衣服看上去就會很長 然後它是活動之餘 不會很刮皮膚 是挺舒服的 但是它的厚薄 不是太適合一些很炎熱的天氣 所以早前忽爛忽熱的時候 我就經常穿到它了 買這件牛仔褲可以說是無心插扭的 因為有一天經過將軍澳商場 看到有間店鋪減價 它又掛在門口 忘記是199還是299 一試上箱 剛剛好 完全合適 立即買了它 這間店叫什麼名字 我現在看看標籤 我不記得它叫MyStyle 還是TalkFeeling 大家可以找一下 反正除了一件牛仔褲 我就順便說 裡面穿的這件白色吊帶背心 它是我今季入手的得意之作 來自GU 除了白色 我還入手他們另一隻的焦糖色 非常之方便 因為它是有背心 裡面有空墊 所以就不需要再穿底衣 很自由很free 很方便很舒服 它後面是靠叉帶 大家看不看到 有個位置可以調長度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是99元 然後很多顏色 我都想再入手多幾件 因為非常之喜歡 它後面空墊的位置 是另外扯著它 不是說兩層布 然後中間隨便放兩塊屁 洗衣服的時候 走來走去 搭著 接著 是很麻煩的 這個怎樣洗都好 它是完全保持到形狀 而且完全沒有起過毛粒 這兩件我都穿過十幾次 每個星期都穿 它依然好像新正一樣 所以它真的贏了很多有PAT的背心 我買了不同的牌子 有些就是它的PAT很薄 它的形狀剛剛好 很自然 不會硬挖挖 太過堅挺 令到形狀一塊東西 沒有的 長度是高腰的 我的肚臍在這裡 剛剛好去到腰間 做內疊是非常之好的 我穿的尺寸是中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 就到最多人最多人問的衣服 就是下一間來自ZARA 有剛剛iherb那條影片 非常之多人問的 這件紫色橙色衣服 都是來自ZARA的 我喜歡它的顏色是偏淡的 撞起來不會太厲害 不會太鮮 然後它的袖 超級無敵闊 看上去的雙手是特別幼的 接著 後面有個小心機位 它底部有橡筋 所以會縮上去 不會整件衣服 很寬散 然後我不會搭配這件白色背心 因為好像有些太長 我想要再補一點 在ZARA找到這件平厚背心 它不是有包裝的 只有一件背心 但59元可以 除了白色 我還買了卡奇色 它的領口比起剛才的背心高一點 穿了這件衣服之後 中間這樣一部分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漂亮的 不過外國版型的吊帶背心 對於小粒仔來說 都是不太朋友的 它都不例外 條繩太長 如果就這樣穿 它會跌破的 所以我把這兩邊都打了個臉 不算很影響外觀 因為穿起來很隨意 不會很怪的 很多時候我都是這件卡奇色 襯一個闊腳的牛仔褲 是很好看的 然後早前我在IG上 post了一件白色斜坡背心 又是超多人物 都是來自ZARA的 白色我就沒有帶過來 因為我買多了兩隻色 就是啡色和黑色 雖然看上去有點性感 好像露了很多肉 但其實這個位置做得高 加上是鐵的 你污下身也不會鬆 不會容易走光 是穿得挺有安全感的 斜坡背心 然後它是意外地顯瘦 因為本來我也是想著 哇路這麼多肉 這裡一大片 會不會很壯 然後看上去很闊 手臂很粗 不知為什麼 穿出來反而是瘦了 它又不會穿了一些肉 你看到這裡也不會顯出腐乳 而且就算在旁邊看 它也是修得很漂亮的 所以那天我穿完白色很喜歡 之後就買了黑色和啡色 在ZARA除了買衣服 我還買了一個袋子 如果大家有留意IG 應該見過它的中型 真的超可愛 它的弧形和手柄位置 我都覺得是可愛到200分 這個袋子我沒有記錯 是359 這件衣服是99 剛才好像忘記了說 它裡面的容量都可以的 可以放到電話 整個電話打橫放進去之後 還有超多位 所以它的容量都是完全足夠 大家平日出去放東西 但是它拿東西有少少麻煩 因為這個位置 它如果就這樣打開 你要伸手去拿東西 就不是太方便 所以每次要把它這樣 摔回來 然後摔回來 然後摔回來 就有少少扣分 但是它的可愛度足以彌補一切 除了手腕之外 它還有一條長帶包起來 就可以斜背 或者折背 除了ZARA的衣服之外 所以我最近第二高雙問到 就會是我手上這套 大家應該有印象是 開箱Lorelwear的影片 它是Unicro和Poyangel Crossover 一個系列 然後圖案是有一種髮色的簡約 我特別喜歡這條長裙 因為我很少穿到鮮紅色的衣服 裙子 任何衣服 但這條裙子 穿起來又不會很香 之後有一種很悠閒的感覺 重點 它是有袋子的 袋子還要是很大 是大到可以放電話 放進去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它後面有少少的余美設計 不會整條裙子很散 只有很闊 這條裙子我真的覺得非常漂亮 然後除了Unicro之外 我還在一間IG商店 入手了幾件衣服 這間店的衣服 我看到都是韓國製 然後價錢很合理 很多都是白頭 或者是幾十元 已經有交易 所以我引入手了幾件 例如手上這件的架子衣服 還在他這上的מun fairy臉 皮旁還有一點花臉 阆出來是較高 stained 身軟臉 所以看起來還是很斯文 旁邊這條衣服 bulense皮太拉 所以看起來是手发盡 我看有120塊塊 有幾種色色 我買黑色的格子是最安全的 早前我穿的卡奇色褲褲都是來自這間店的 最大的特色就是長到自己入剪 原本是很長的一條褲 之後我就拿剪刀 因為趕時間就沒有滑墊 慢慢去墊 變成了這個狗牙 但是我洗了很多次 穿了很多次外出 完全沒有脫線 它保持著一個很完整的狗牙形狀 它的質地是很軟、很舒服、很容易搭配 這個橡筋又可以去到超闊 我也超喜歡 而且在這間店我還買了很多背心 然後有些外套的套裝 有這個綠色 還有另一套是黑色的 在上幾次影片我都有穿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兩條影片 也是這間店的 也是120-140元左右的 很划算的 而這間店我買最貴的一件衣服 應該是手頭上的外套 150元 它的質地是沒有去到毛巾 但是偏向那個類別 它穿出來的感覺很斯文 跟現在裡面的衣服不太搭 但是如果你說穿背心 再加這件外套 是很適合上班 或者是在冷氣的地方 如果在戶外 我就覺得它太口太熱 外出衣服暫時應該是這麼多 是不是很收斂呢 然後就到運動衣服 做運動也可以轉過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大家看看這件的背心 前面拉鍊 後面是一個大咕嚕 是不是很棒 我穿的是中麻 非常貼身 後面是這樣的 它也不會太鬆 這裡也是很貼的 背心已經是有包包 所以很方便 然後另一件 我就選了一個比較軟薄的設計 剛才的背心比我想像中 是再V了一點 是一種性感地做運動的感覺 然後換了這一件 安全地翻回來 背心和裡面的包包位 是有兩層的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做運動 可能出汗的時候很快滲出來 是會有一層格一格 之後它後面是這樣的 都是非常貼 不會摺了那些肉 旁邊這裏 腐乳的位置 它也不會一塊一塊地凸出來 之後我還有一個 淺紫色的短袖運動衣 它有點像單車衣 讓我直接套它上去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件的衣服 就沒有一個包包 我就是想早上跟Chopper行山 然後去穿的衣服 然後還有兩條瑜伽褲 這條啡色是比較高腰的 可以收一收肚腩 之前我也有穿過Yoga Mac 他們的瑜伽褲 是非常有彈性 很舒服 很貼的 但又不會太薄 很現形的感覺 是挺舒服的 另外這條黑色最好最好的地方 這條我媽媽已經搶了 純粹是我拍完影片 就會被她據為己有 因為旁邊這裏有袋 這個袋也可以放到電話 還有我媽媽已經試了上身 哎呀 先拿起手出來 它是穿得超級無敵 顯瘦顯腳幼的 這個真的超厲害 在開箱我昨天新鮮滾熱 剛剛買回來 超級便宜特價的袋子之前 不如先看看兩雙鞋子吧 第一雙是Hutch Puppies的波鞋 它是非常輕巧 完全沒有波鞋那種重 走起來可以說是見步如飛 非常舒服 然後它有一個流線型 再加上少少的口底 穿出來的腳型是很漂亮 為我這個153小粒仔 增加少少少高度和少少的自信 然後它前面是一塊布 是彈性布 是沒有鞋子 不會是壓腳 然後很不舒服夾腳那種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要配合一些的襪子 還是剛好 還是怎樣 我有試過幾次走到很久之後 突然間有刮腳的情況 可能我穿了十多次 都只有兩次左右 它的顏色是超級好襯 又是現在很喜歡的米色 它是很漂亮的 然後第二雙鞋就是來自一個網 叫Sense 是沒穿過的 大家看到盒子 猜不猜到裡面是什麼呢 讓我現在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是有鞋子的塵袋 然後來自Chloe 應該大家都知道 今年很流行的一雙拖鞋 它的鞋面是一個比較厚實的布 不是橡筋沒有彈性 然後鞋頭做了一個方頭 所以令整件事升級了 不是一個圓頭 或者太隨意的感覺 然後它有一點的爪位 令腳底有滑度 走起上來 應該是比起平底會更加舒服 然後這裡有個少少軟綿綿的墊 很棒 今年我一看到這個款 不知道為什麼就超喜歡 然後就帶它回家了 它這裡包了腳面很多位 所以就算我的腳是比較扁平 或者你的腳是比較多肉 一放下去它全部都修飾了 是蠻修腳型、蠻漂亮的 這雙鞋是來自SENS這個網站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做不同的促銷 例如最近就up to 50%off的Futacell 又有中教會品牌或者一些精品品牌 如果你有心機去尋補的話 真的會找到很多產品在便宜專門店一大折 是蠻正的這個網站 好 到最後最後了 我們開箱買個袋子 昨天我在Sogo CoachCounter看到一個去年看中了的袋子 去年它買的價錢好像是3200多 總之我就不捨得了 然後它今年4折 你沒聽錯是4折 現在的袋子1280 本來買多一個還有9折 但是我又覺得不可以太貪心買兩個 所以我買了一個超可愛的 一個淺綠色的夾勒袋 對了 完全沒有開所有的膠 我也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喜悅 超開心的 超可愛的 好像枕頭一樣 背上身就是這樣 然後長度就剛剛好去到空的位置 然後裡面的間隔 咦 它沒有放任何東西的 我還以為有些雪梨子 它是有三個卡位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Logo 大家最擔心放不放到電話呢 是放到的 然後這裡有顆金色 其實是可以吸著拉鍊位 然後鎖一鎖它 不過我應該都不會用的了 我這麼懶惰 對 它是沒有一條長帶的 就這樣做一個側背的袋 忍不住 我也是想看看它實際的容量 放了一枝唇膏 然後我的卡住 然後Airport 有一包紙巾 不是半包的 都差不多一包 然後就是我的電話 它還有少許位的 但我沒有撿爆它 剛才那個情況是可以關到拉鍊的 跟大家開箱了這個袋 真是新鮮滾熱了 以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今季的戰利品 看得過不過癮呢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想起片頭 或自己收斂這句話呢 開始有點心虛 拍下拍下好像有點多 但真的沒有往年那麼多 今天沒有做到全新的穿搭 就是因為我買了很多很多上身 但沒有買到很多很多下身 大家可以看不同的影片 或者IG 通常都會穿多一點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的影片 逢星期六加到三、星期六加到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快點